古代曾出現過不少詭異離奇的事情 在正史裏面都有記載的 在這些故事裏面都指現了古代人 在放誕裏面的真情 虛幻裏面的道義 和在奇案裏面尋求真相的熱誠 這樣在大唐文獻裏面 有沒有亦都出現過令人驚異的圓幻劇情呢? 由於唐朝皇帝敬神拜佛 很多官員的思想也很開闊 平時大家除了談論郭靖家事外 也會對寧界、冥界充滿了興趣 有一位叫唐林的利部尚書 他的官職相當於現在的人事部部長 負責官場的人事調動和任務的 官員的前途任務都是握在他的手裡 有一天唐上書做完他的政務 就和他的同僚一邊喝茶一邊就聊閒聊 聊聊聊就談出了一個大唐奇聞 這件事涉及到兩個人物 一個是宮廷太醫孫回撲 另一個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征 魏征曾經是太子李建成的下屬 官職是太子洗馬 這個並不是和太子洗馬的官職 而是輔助東宮太子 教導太子正時的要職 李建成雖然是嫡長子 但是論公職 遠遠是比不上他的兄弟秦皇李世民的 於是魏征經常離間他兩兄弟 勸太子早點剷除秦皇的權勢 以鞏固他的權力 而沒有門之變後 太子敗亡 李世民叫魏征來 當面這樣質問他 你為什麼要離間我的兄弟 魏征直言不諱這樣說 如果皇太子能夠早點聽從我的建議 就一定不會有今天的下場 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唐太宗就是寬容大道 不計前嫌 還懷疑他重任 魏征經常犯顏值間 不給太宗一點面子 有一次太宗被他激到都想殺了他 但是唐太宗是聖主明君 氣恨也好 怒怒也罷 等到平靜下來之後 想一想 臣子的話 確是有道理 這樣也要聽的 太宗寬容大量 沒有恩言自罪 反而還被他冠魂亨通 步步高升 如果魏征生活在現代 這個暴政體制之下 一日到刻這樣犯上 都不知道要死多少次了 到了征官七年 即公元六三三年 在太宗的堤拔之下 魏征已經做到了太子太師 是正一品高官 受封為鄭國公 現在就等我們來講回 前面提到那個人事部長唐臨 講的那個奇聞了 正觀十三年 孫太醫跟隨唐太宗 到九成宮三線谷避暑 太宗自從少年時代 經常帶兵打仗 行軍打仗的人 作息時間是沒有規律的 遇到宮城陷阱 一年幾日幾夜都不能夠好好休息 這樣導致到太宗休勞成疾 家姐飲食又不規律 作息又不定時 經常有一餐沒有一餐 所以造成腸胃疾病 同時還得了哮喘這樣的病 所以每次外出 宮廷御醫都會隨駕出行 皇帝避暑通常要好幾個月 所以有些大臣 還會攜家帶眷地隨行 有一天的晚上 現在時分 也就是晚上九點到十一點這一段時間 正是屬室裏面的孫太醫 忽然聽到外面有人叫他 說是偽太師有請 當時偽精是太子太師 所以底下的官員都專精他 叫他偽太師的 孫太醫和偽精是鄰居 既然偽太師有請 孫太醫自然就不敢怠慢了 連王披上外衣就出去了 現在只是夜晚 但是孫太醫很驚訝地發現 周圍都是這麼光的 好像日頭一樣 兩個人帶著他走出三線谷 這個時候他心裡就感覺到奇怪了 不是太師有請嗎 為什麼要走出谷口 但是他又不敢多問 他們朝著東北方走了六七里 孫太醫遠遠看見兩個人 正是押著韓鳳芳這個官員在這裡走 對面的兩個人 對帶領著孫太醫的警察說 哎呀你們找錯人了 我抓的這個才是 你們快點把他放走 於是兩個警察就放了孫太醫 孫太醫上了沿路回頭 一直回到家裡 他在屋門口綁好馬 看見丫鬟躺著門睡著了 奇怪的是 不管他怎樣叫他 那個丫鬟都不醒 他很無奈 只好繞過丫鬟 一直走入屋裡面 咦?奇怪了 為什麼床上面睡著一個 和自己一模一樣的人呢? 居然還和自己的妻子睡在一起呢? 哦!他忽然意識到 哎呀!麻煩了! 難道我已經死了嗎? 哎呀!我要立即回到肉身裡了 但是無論他怎樣出吃奶之力 都進不去 他大聲呼叫 但是沒有人聽到他的聲音 孫太醫站在屋裡面 明明是三間半夜 為什麼屋裡面特別光亮呢? 還清楚地看見長角有一個蜘蛛網 網裡面還掛著一大一小的烏鷹 他還看見房梁上掛著一些中藥材 每一樣東西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意識清晰 分辨能力也都很強 但是就是回不到肉身裡面 孫太醫很後悔自己沒有好好地和妻子道別 就這樣死了 實在是鬱悶 無奈的他 只好蹦著藍牆就睡著了 而不知道過了多久 他突然驚醒過來 發現自己已經睡在床上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 自己的靈魂和肉體合為一體 由於屋裡面漆黑一片 他連忙叫醒他的妻子點燈 妻子點燈一看 見到他滿身大汗 好像在河裡走出來一樣 當他起床之後 看到他的珠珠網 發現和靈魂離看時 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樣 再看看那匹馬 居然也是大汗臨來的 好像整晚都沒有睡 到處走來走去這樣 後來 孫太醫得了韓鳳芳 當日夜晚 就暴斃身亡 他這個時候 才想起 當他靈魂離看時 見到差利甲齒的韓鳳芳 原來不是他的真人 而是他的靈魂 孫太醫的這個案例 用一個特別時髦的詞來形容 那就是憑死體驗 根據記載 孫太醫的憑死體驗 是不止一次的 到了貞觀十七年 公元六百四十三年 唐太宗的第五王子 齊王李又得了重病 孫太醫奉命為齊王治病 在反程途中 他走到洛州李孝爾驛站 忽然見到一個人 那個人問他 你是不是孫梅撲啊 孫太醫說 是啊 你有什麼事啊 那個人說 我是鬼差 毅太師批了一道文書 要請你馬上回去 擔任秘書 一邊說 一邊就把文書遞給孫太醫了 孫太醫接過來一看 哎喲 還真是鄭國公毅精的簽名啊 身裏大吃一驚 反問了一句 鄭國公還未死 為什麼會派你過來呢 鬼差就說 他已經死了 現在擔任大洋刀陸大監 所以命我來召請你 孫太醫 見事已成真 就沒有說什麼了 他請鬼差一起用餐 對方高興地向他道謝 孫太醫說 我奉太宗的旨意外出公幹 我還沒有回去覆明呢 鄭國公不能夠這麼急 要我上任的 等我回經向天子覆明之後 再奉照而行 行不行啊 那位鬼差就同意了 於是孫太醫和鬼差 八天同行 夜裡同宿 一直走到汁水浴站 之後鬼差就和孫太醫告別 他就說 等你回經稟奏天子之後 我們再相見啦 但是你平時要注意一下 不要吃那些肥膩 生臭辛辣的東西啊 太醫就同意了 孫太醫回到長安 立即入宮 向唐太宗覆命 出宮後 得知偽精確實已經去世了 計一計 他去世的日期 剛剛好 就是孫太醫到孝爾逆站的前一日 經過這個離奇的事 孫太醫認定這一次 他必死無疑了 於是就提前和家人鄭重道別 還請來高僧做法事 索造佛像 還恭恭敬敬這樣抄寫經文 過了幾日 孫太醫夢見那名鬼差前來召喚 鬼差將他帶到了一座高山上面 那裡有一座高大宏偉的宮殿 也不知道當時的孫太醫心裡 有沒有大喜過望呢 生前他和偽精同朝做官 死後還能到他的身邊繼續當警察 看起來 這份警察安排得都不錯 孫太醫帶著滿心的期待 入到大殿內 場面很大 大殿裡面很多人熱情地迎接他 忽然間 有個似乎比偽精官階更高的人 說話了 孫太醫向來收善積福 我們不能夠強留他在這裡 應該早點放他回去 話音一落 瞬間就將他從山上推了下去 孫太醫就從夢中驚醒 到唐臨記載這件事的時候 孫太醫仍然活著 而且活得很健朗 在前面我們說過 唐臨和他的同僚在這裡聊天 聽到了這件事 為了求證 他就親自詢問了孫太醫本人 孫太醫就將事情的經過 長長細細地告訴唐臨 唐臨除了擔任過利部尚書 掌管官員的人士任面之外 他還做過刑部尚書 相當於現在的司法部部長 主管刑辱 凡是他親自結辦的案 從來不濫用刑罰 所以每一個犯人會叫屈哭冤 都是心予承服苦手認罪的 他以嚴謹務實的心態 偏讚了《冥報記》 其中修錄的故事都有明確的人證記載 以證明他不是胡偏亂做的 除了人證之外 有些健在的當事人 他還會親自登門求證 以確保故事的真實性 為的就是要證明善惡 勸戒將來 孫太醫第一次憑死體驗的時候 魏精還是在世的 當中的疑問就是 大半夜證明他如何做到 派人來請太醫的靈魂呢? 難道在日頭他是太宗的大臣 而夜晚一入夢 就能夠靈魂來看 神又去天界公幹嗎? 活人進入冥界 說起來這個也不算什麼稀奇事 民國的國學太斗張太嚴 律政其人黎書 都是日頭做學問 夜晚靈魂出遊 都冥界當差的 其實人死並不是等於登滅 一了八了 只不過是一個新的開始 正史徐書的記載 徐朝開國大將軍韓琴虎 死了之後做了閻羅王 中吳記文裡面記載 圍觀清正廉潔的范仲淹 死後也做了閻羅王 而在清朝 右台仙館筆記 和容閒齋筆記這些著作裡面 有些生前正直的官員 比如前德成、問斗陽、陳蘇生等 死後都是曾經做過成王廟的神 所以歷代民間流傳了一句話 正直者為神 生前剛直的偽精 死後也有可能做了類似的官職 繼續起靈界公幹 據名報記的記載 偽精去世之後 他的職務是大洋都六大監 但是他具體是管哪一方面 又是甚麼職責 由於相關文獻缺少明確的記載 後人就不得而知了 好了 我們就講到這裡 感謝你收看《古今漫遊》 我是羅賓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點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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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